爱护台湾生态的朋友大家好 有些事现在不做,以后也不会做了 跳横,Grey Headed Lafwick 六名灰头脉鸡胃过境稀有的东后鸟 体长约34到37公分 斩至82到85公分 重量236至296公克 跳横瓷熊同行 红膜褐色,嘴黑色,脚暗红色 橙鸟嘴灰黄色,尖端黑色 头颈部至上胸未淡灰色 与白色腹部的交界处有一黑色胸带 背面大致为褐色 四级飞鱼和大腹鱼白色 初级飞鱼黑色,尾鱼白色 末端黑色,脚长,橙黄色 非繁殖与石头颈部的灰色会带褐色 黑色胸带一较不明显 六鸟的头颈部为褐色,无明显胸带 跳横主要于中国东北、江苏、福建以及日本本州等地繁殖 冬季迁徙至中南半岛、孟加拉、尼泊尔、印度等的都东 在台湾为稀有的东候鸟和过境鸟 跳横以潜水区的昆虫、乳虫、罗类卫石 跳横在台湾过境期 多出现于低海拔的淡水湿地 在台南沙伦农场和屏东看顶农田都有机会和跳横相遇 观赏与拍摄野生动物时 应保持适当距离 心存善念 说好话 做好事坚持观察生态多样性的初衷 不要捕抓 不要追逐 不要破坏 不要惊吓 不要引诱才是正确的态度和行为 今日鸟类明日人类 布莱克独木舟生态研究中心2023年8月22日感恩 优优独木舟生态